61 《文匯報》 入圍姑冰城制霸中國養父母 2015年7月14日中國新聞 A20香港《文匯報》信據新華社哈爾濱報導 由54名日本圍姑組成的東京日中有好知會感恩團 13日在哈爾濱市方正願制霸了中國養父母公務 這次來訪的圍姑都是1945年日本侵略軍在倉皇撤退時 遺棄在中國東北地區並被中國養父母撫養長大的日本孤兒 許多孤兒被遺棄時僅有幾個月大 如今他們都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 走到中國養父母公務前 許多圍姑都十分激動 中國歸國者東京日本有好知會理事長慈田晴光說 雖然我的養父母沒有葬在者裏 但所有的中國養父母都是一樣的 看望他們就像看望自己的養父母一樣 為姑前田明美回憶起養父母時 懷語中充滿了感激 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 儘管生活困難 但是所有好吃的、好用的 養父母都會想僑居 斯我的養母著五十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他們為了撫養我 沒有享受到生活 卻把生活中能享受到的一切都吸了我 作為政策 和政府調整 我不是在家電腦 甚至是在家電腦 探養我 不是在家電腦 可以令人 感谢观看